诶 老天 诶 老天 小春是只老虎 担你得骑入 这小子 你可别瞎得了 你们俩就知道吃 一个好东西没有 诶 咱们替你卖命 你想咋的呀 给我卖命 你们俩一个好东西没有 哼 哼 还有我能够照你脑子直接摟挖 小春啊 给你戴眼罩 我求你太老实了 大头你拿着 你还想咋去 什么那么大头 我一分钱没拿着 你那么两千 你不买 给你那么还了 李富贵 李富贵拿那么些钱 是呀 那鬼才知道 那你没拿着钱 小春子咋上来的呢 我敢他们对天发誓 我一分钱没撈着 我怎么要拿着钱 我怎么再拿我这轰 我打你们行两千五百块钱 这小春子也太不讲究了 刚一上人 就花二十多万块钱买台车 小春子 有它好吃的 哎你真难改 哈长 哎 哈长是李先生 你跟我一块去吧 中午咱就在饭店一起吃 我就不去了 你说我要走 咱家连一个人都没有 哎呦没你锁就忘了咧 你去吧 锁里我没啥事 你自己去吧 没事儿 我让你干啥去 你不去 我个咋的 我想把你们两个留在村上 二婶不同意 不能吧哥 二婶是为思想很开放的母亲 能这么做吗 刚才啊 我想把她拉着了 把我眼睛对到一块 刹得上这些事 但是她好像看着我心思来了 建成新农村 二婶不是支持的吗 二婶是怎么想的 我心里清清楚楚 她是担心的 咱们又形成了一股新的家庭势力 新旧两股势力 产生严重的对抗 把农与村呢 在推上周而复始的轨道上 虽然这是个个别现象 但是事实存在 我们不能去否定事实啊 能把我气死 哥啊 只要咱们摆正位置 一心一意为农与村老百姓办实事 献计献策 行的正走的端 村民对咱们信任了 他们自然就把那些家族观念忘到脑后了 哥 我们俩是党员 可以说是知识型党员 我们主动回农村扎根 建设农村新面貌 是党中央最想看到的事 这是绝大多数人 最想看到的得到的 有的落后党员呢 还不如老百姓 咱这村书记老张大哥呀 不前不后 不左不右 你说你跟他谈什么都行 他什么事也不干 也不办 发展二次啊 在他的脑子里面 根本就不存在 你们俩一回来 就党级关系落到农与村了 给他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这金敏山在后面烧火 农与村呢 需要安定 团结 再也经不起风浪了 哥 我们俩回来 要是为支部书记这点权力的话 你们俩是这么想的呀 他能那么看吗 他乐意咋看咋看呗 我们回来是鞠躬尽脆 吃的是草 挤出来的是奶 谁想当后主流产 把自己变成死孩子 只有被时代淘汰 妈 妈 回来回来了 天太热了 你来回来了 有没有洗衣服了吗 有有 你坐坐我给你俩瞅瞅 我给你俩瞅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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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快吃完吃 太热了 这天太热了吧 你吃点 快吃爹爹喝 你吃吧 你吃吧 我都吃完了 嗯 快来啊 快吃 甜吗 多吃点 二婶 我们俩的党组织关系 还放在党员袋里 我们想落在农渔村 好参加党的过生物会 这段忙完了 你们俩去上市里找找工作 你说落到这里咋整 以后你们俩党的关系 还得重新往外起 麻不麻烦呢 妈 你不同意我俩回家村啊 这就是你哥的主意吧 我一猜就是 我哥是有这个意图 但是他说了 如果二婶您不同意 他就算有十个胆 也不敢那么做 林涵呢 你可千万能手不能抓热馒头啊 可急不得 不能让乡亲们 看到咱们又一个新的家族 势力兴起来 两个大学生 夹着一个村长 都是我的儿女 二婶 你应该感到光荣啊 这话你说早点了 能遇村的乡亲们 还没看到希望呢 吃西瓜吧 回来 来再吃一碗 大姐 走 咱们先出去 好 我想他一定会支持他 请进 来 请进 谢谢大姐 来 刘叔叔 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是农浴村新任这个村长的 刘叔叔 杨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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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刘叔叔叔 请坐 刘叔叔叔 我早就听说 你养了一个像你妈养点儿子 刘叔叔叔 今天三人大姐找您在这 我这不过来看 请说吧 刘叔弟啊 我今天来呢 是找您有点私事 这不是我儿子于桃 和他举下联海 大学毕业回来了 他们呢想在农村上 接受自己的家庭 他们的党组织关系 就想为了他们乡人 好啊 三人大姐 你这哪里是私事啊 这是我和李县长 求职伯的事情 这是好事 这是大事 谢谢刘叔弟 一趟就拉回一个来 拉回一个班 我还要奖励他 华语村的发展 就是靠知识 靠人才 我们今后也是要靠知识 靠人才 支撑这片新农村的蓝天 谢谢你啊 刘叔弟 真的谢谢你 不敢当 不敢当 大姐呀 我还是先谢谢你 谢谢你这个蒙古猪老母亲 养活着一个好儿子 刘叔弟 这于桃这个对象 真好啊 是咱们农业系林旗长的 是吗 好啊 小花啊 今天是你爷爷生日 先让你爷爷吃 你看看 让孩子跟爷爷俩吃好好的 让孩子吃呗 走过去不让他吃去 妈 我爸怎么还不回来给爷爷过生日啊 你爸忙 整天忙 忙得把你爷爷生日都忘了 他回来也过 不回来也过 孙女 吃 你吃两个爷爷心里就更高兴了 爷爷 今天你过生日 你先吃吧 哎 好 祝你爷爷生日快乐 姑娘 祝爷爷生日快乐 哎 好 好 父亲生 我还有我孙女 爸 实在是没啥菜了 那两万块钱让你把的死死的 我要去买点鱼去啊 只剩下五元钱呢 吃什么鱼啊 吃鱼 鱼都吃够了 在找生产队里头啊 都用车往回拉 鱼头和鱼尾都割下了一路 现在啊 这江里是没有鱼的 爷爷爷那么多鱼呢 那可不是呗 妈 你别哭了啊 你管也管不了咱不管还不行吧 惹他气干啥呀 别哭了 我的事不用你管啊 别跟我瞎掺我 全个人都在骂你 说你是坏者 你自己还不讲呢 妈 你别生气 妈 你别哭了啊 我出门都抬不起头了 丢不起这人 别说我妈呀 我都抬不起头 丢人 现在先丢人了 我上两天拉卷票挣钱你没花呀 我还是脑中 谁这么有钱不让自己摇包的圈啊 听他们那些臭的叫不中黄豆了的 臭老爷 好好好 你就整吧 整来整去就整自己 你就坑自己吧 你们看着 这谁跟我作对 他就一百个 我都让他摆开阵去 你说看哪去了 你就整吧 妈咱别管了 他愿意咋整咋整吧 你别生气了啊 大婶 妈 保护回来啦 嗨 嗨 你们这是干啥呀 二婶 今天你过生日吗 忘了 生日都忘了吗 哎呀 我生日我没忘 快快快 都坐吧 你过生日 二婶 你们啊 你们到郭尔罗斯草原上去 到长湖蒙古堡里 让我们用民族礼 给您过一个快乐的事 这又是你的主意 不是啊 这是我们四个人的心念 是啊是啊是啊 没想你这是你的主意 嘿嘿 小春子 走来告诉你个好消息呀 哎呀 不用你告诉我 虽然我不是住个量了 你那点心思我也能猜着 我小春子不怕告状 要不说你小春子 你就明智 我精品三哪 明人不做暗示 我给你准备了四条 哈哈 四条 哎呀 哈哈 再加两条 那不就溜溜大顺了吗 造谣好实 咱人有限哪 我可就没看了过 兔兴的淹死人呢 我这么一根鱼 我搞这么一锅烫 我就割了 割了 我精品三就是 真不熟 煮不烂啊 这两个梦间 我又给你也告过了 那说啥 我马上说了 别别别 你要大上旗鼓的去告 让全体村民都知道 我小春子说话不算数 我不会那么干的 我自己打我自己嘴巴 嘿 你找错人了 你领教我一下精品三那个外号 你就知道了 老舅 你也领教一下 看看我小春子 是不是一高压锅 不管你是什么 什么牛板筋 这个呢 到我这 我也要把你蒸熟了 煮烂了 我要到县政府去的 好好好 慢走啊 都送 哈哈哈哈 又来了 又告诉你 对 对 忙了 对 对 初遥 谁呀 不懂 不懂 你可让 这不是我老高传 这农余村哪 这事情啊 太复杂了 你不了解 知道吧 这王小春一上 他就搞腐败了 我给你总结了四条 啊 这第一呢 第一呢 他这个资金来源公司 啊 第二呢 他收入的道 那全是豆腐炸工程 嗯 你不信 你看啊 啊 这第三呢 他用公款买车 这最严厉的就是第四 他乱肯乱华这个林工夫嘛 你经过邻居批啊 是吗 你不信 你不信 哎呀 这是我的资料 嗯 你口口看看啊 先放下吧 还是老程序 我们得下去调查 所以之后再给你解历 你看我 那得多剩时间 不好说了 这拿取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那好吧 我先回去等他啊 那你慢走 我送你了啊 老推的事 我给你解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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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我干的 是孩子干的 以后再有这么一次 不用你做手指的 嫂子自己砍脖子 这娘们儿 说起话的像爷们儿 好 老嫂子 咱弄一村呢 不怕出错 关键是 我们能够改正错误啊 这老嫂子 只有点垃圾 要砍脖子 挺有缸的 不回来 不回来 咋的呀 请你村长放火 不请我们百姓点灯啊 你把话给我说明白了 你二十万多块钱车 在屁股地坐着 我们倒点垃圾 你就暴跳如雷的 还整个村容呢 咋不整好你自己呢 贵真的 你是故意给我眼罩戴是不是 这事儿吧 我不给你俩记句 不过有事儿我得问问你 你能不能掏心脖子 跟我俩说说 能啊 我怎么想我就咋说 你就是吴爱兰 是我老婆 我就是你老公 我一下子在家里面拿出五十万来 送到老虎嘴里去 你 愿不愿意 我当然不愿意了 一分相依也别想拿着去 贵真的 你想想 大哥 要不绕个弯子 一往处拿 不是也拿不出来吗 这三天干两天干的 这事儿还过不过呢 和谐社会啊 首先就要讲一个家庭和谐 这当村长呢 有当村长的难处 村长也是人 咱农村啊 从古到今 就这么提了他拉去 这到啥时候能试个头 行了村长 你咱也别说了 放车里了 走了啊 来 爹 我送村上了 以后呢 别跟那个 我老旧他们瞎掺和 什么村长这啥事儿啊 我跟你老旧他们掺和啥 你还别说 人小村上来 他就见了效应了 你这话 你说的不服气 他就不行了 那是拿人家布 盖自己的脚面子 要不叫油田 你修啥路啊 你看这车让你落的 落啥了不是啊 你们都干三年了 你们都不就不拉开布了呢 你不管咋说 人小村子就是能的 拉了一块 还能拉过两块 你知道啥 他什么啥不知道啊 你大早你干啥去了 这医生做这个检查卫生呢 检查卫生 小村啊 我问问你 你前天你给我过生日 你那种举动 你想过了吗 哎呀我想过了 我想挺多时间 你为啥要那样做呢 二婶啊 你说那些大道理 我都明白 我就是要刺激那些 惰性村民 一天他们什么也不干 就指着油田打井 算地 刺激 你想过吗 你这样做 你会引起一家保暖千家怨呢 你们两位农业大学毕业生 这个渣渣农村 本身就是先的事情 我要在现电台和其他媒体 宣传你们的先行 不不不 刘叔弟 我们刚刚回来 一点事情都没做 根本难得上回报社会 一涛你说呢 是 我也不会再跟你这样做 好 你们的观点很鲜明 你们不为名 不为利 你们两位青年党人 身上监护了 建设税务旅行农村的使命 咱们农村 更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 更需要你们这样的党人 更需要知识 承许这片蓝天 在今后的工作中 还请刘叔基多多指教 我们还年轻 是 我们来今天最缺的就是实际工作今天 好 和我们互相学习 希望 走 我送你们回家乡 回农村 走吧 哎呀 我留书去吗 我送你过来看我的 拿给我看你的 你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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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跟着干啥去呢 这是咱们给你送两个大学毕生 学农的 给你们增加点学习学业 怎么样 进屋溜出去 进屋溜出去 对 喝点关键水 喝点关键水吧 行了 这会实际上装得不错的 没有 这如今是够奢侈高的 如果再牵上装的钱 就更有打色 哈哈 这批片仿制 抽不下 怎么能解了我 但是对此 还没进来分享 我今天要说 你他们来 这个 正好你们 出一份哪个赞 对孝孙 我不花了个人去想看 这个赵我 你说呢 你们孙是全乡最乐祸的党主 在你们孙 没看到党人的先进性 两位联系党员 刚才我说的是书学 不是坏学 你们要发挥 中间动力 放心吧 你的书 小朋友呢 希望你把这个路长申请书 早日交到党中 我们俩一起帮助新党 早日参加党主任 我哥一定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当中 我 对我这一身吵气 也是满身脏身 像福建里干的干的 有个好味儿 帮我挑你松花椒 洗完脑子说 这就对了 挑到松花椒里 用松花椒水把你身毛病 十斤挤 十斤搓 整立缩的再上来 我自己支持你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自己了解 我这个村长的怎么当着你 何感觉合适 这松明做的这几件事啊 不是我自己挣钱办涨 我感到脸红 可是我没有办法 天上不掉钱 地上不涨钱 这棱手抓紧完了 负债金 我下一步 是打算建一个庆老院 和文化合并东西 凝聚人心和利益 人心起义 开山 在改变民生和发展经济 这两个问题上 哪步先行 哪步先行 我选择前行 安定才能发展 上京大路有千条万平 但是 都是在绑的蓝天下 我选择哪一条 我村长有这个权利 只有达到目的 才是最有效的这一条 这是今天我向养的领导师的心理 好 我和李家长拭目以待 他这自白水有多清呢 你这小村子能和他听着自白水 你能看这三个台子都高 那这真的我觉得 你在外面别提他 不提他行不行 你以为我蒙他行吗 他胡该 他愿意 我他妈没事我就告诉他黑壮 有一个一个我就输他一百 他说我天天我搅着他 你一天不得安静 我把他把整开的 我下去的村长是我的 出去 这都不得慌 你那死出 涛子出的下了 出了 我听说是 他们俩现在关系还挺好 以后啊咋样也不好说 我听说是 市里市里局长的女儿 是市里的 是农业局局长林青涛的女儿 三辣你喝口茶 三辣你喝口茶 大姐喝 三嫂在这儿啊 快坐吧 快坐 我给你倒霉一下 倒霉就是来喝一杯 想喝没哪茶 哎呀那你就喝吧 有的是 喝没我再给你煮 哎呀不不不 我不是到这儿来喝哪茶的 都十多年了 你都煮了想喝你就来喝一下 没啥事倒霉 你坐一会儿 喝 他就会喝吧 好 那我煮了哪个 咱们说你们俩心眼最好吃 哎呀好 三奶 大姑姑 来啦 坐吧 这就是三奶 大姑姑 大姑姑 我总给你提她们吧 哎呀这姑姑娘长得真正呢 好吧 我就是来看你对下来 什么 欢迎不着 咋不欢迎呢 好欢迎我对下来 三奶 大姑姑 以后我就在这个村里工作了 你们欢不欢迎我啊 那感情好了 哎呀妈 大学时候到我们农村来工作了 别人不知道我 你大姑姑我第一个局双手赞成 那咱们以后可能是一家人了 好 太好了 哎老金 你不猪个量吗 算是今天咱能打多少鱼 那能够咱咋吃的 怎么说它成什么呢 我打不着我买 我有钱 真的 我买咱们吃 咋的 那好啊 要那事的 多谢 哎呦我的妈呀 这干啥呢 浩子给猫里胡子留学不要命了 你这因为啥吗 他不会买鱼 他是这个的 哎呦妈呀 怎么这么点 要不然我给你磕 你给我买鱼啊 哎对对对 我可没钱 我可没钱 你磕一磕 你买不买吧你 咱们咱大杯奶茶 这小度鼓溜溜的 哎我说你们啥 老往一块凑合 指定什么没好事 你看人杀人家日子过的 哎呦妈 和和气气 一个大学生 又管回了一个 还都是党员 这回啊 还是局长的女儿 这回大根到农村 不走了 这什么奶茶罐子 哎刚才你说什么 我不是说完了吧 你没听见啊 你耳朵塞狗毛了 你看这真是 走气死了 不理他 你忙所长啊 哎你们是 我们是相机委的 来查你们村的账目来了 这位是我们理科长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 那走吧 咱们到台会试吧 那好 哎 这进 这是我们孙人张冠军 这是信号日子理科长 你好 你好 坐吧 坐坐坐 先拿住 张冠冠军 张冠军 这是相机委啊 来查这份账来的 把所有账目都拿出来 积极配合一下检查 你们就慢慢查 啊 我就先走了 哎 李科长 那咱们就开始了 那好吧 咱们开始吧 张快姐 账目都在吧 是 账目都在这里 就躲起一去 躲在那里 这一幕 真是 真是 这让你教你从我家洗澡 我都忙什么 等到让乡亲们看到希望的时候 等到何时痛饮喉咙斧的时候 何时个臭男人呀 你还不会说 真是 我说 你还不会是 你还不会是 我说 你还不会是 耳后不知听不响 这会赢家了吧 啥赢家了 啥赢家 你说两个大学生 又是年轻的共产党员 进了你的支部了 你就没感到你有什么威胁 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那是相当委 刘书记亲自给送人 老舅 我求求你了 打雾的事 今后你就别忘了掺和 瞧你的出息 我要当村长 下家村长是我的 你看 啊 那你还不信呢 看什么我信 哎呀 这可不是天路啊 这是你的政绩工程啊 老舅啊 你这是何苦呢 别得我到这家 给我戴一下眼罩 是不是 咱路还长着呢 咱也俩慢慢出 你知道猪果亮三七粥鱼吗 我没看过三果呀 我就知道这黄盖把咒鱼惹翻了 黄盖挨了好顿党 老舅啊 回去吃饭吧 我把垃圾收拾一下算了 谢谢啊 我来扫吧村长 我来扫我扫 你看我爸这人啊 建给你工作是添麻烦 你这是大人有大量 你千万别跟他一般建设啊 我能跟他一样呢 给我来 家大人啊 这书啊咱不能白念的 等往后村上有需要你们的地方 给他用厨师去帮我忙啊 嗯 给我收拾吧 我走了啊 嗯 你走了村长 对 咋了 你想哪呢 这个清洁中啊 那个时候我也干不过来 这一个是村民的 讲尾声的习惯没有形成 再呢 你说咱们农村烧柴后 这尾声啊 就是很兼具一下那种 二婶 这要有台垃圾车就好了 虽说穷日子难过 再穷的日子 不能过得一点精神都没有了 二婶啊 精神和物质缺一不可 就是 但是你说现在村道整洁 你说这内里的精神和物质空虚 这叫什么新农村的 是 哥啊 没有经济支撑 没有钱 咱啥事也干不起来呀 现在我是看着 咱们应该选择一个好的项目 咱把项目选好了 以前以后的道路咱们就好走 下午是全好的 可提供资金上点桃子呢 我看好了 咱不能 咱们将斩土打枪 松花江大地 正在加高加宽 把咱们那个 两个土修卖了 等你还回来 你跟你俩好好去给我测量测量 看看究竟能出多少房土 那不破坏环境了吗 移为平地 再开始绿化 大地需要大量土 这也是牺牲局部 保护整体 绝不能给子孙们造孽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换取农民村一时民生 还可以 可是那两个小包都是红年土 都是草木不长 要是给它推平了 再加一层豪土 我说一条村 再加了绿化 这就是为咱们浓郁村的子孙后代造福 这也是立国的民主 你说是呀他 也是个好事 吃吧回来 吃吧 走那晚了回来 吃吧 吃吧 多吃点啊 吃吧 回来 李先生 这不着急的事 我着猫要下去 我啥事快说 唉 鞭先生 我们那两个山猫子 我打算卖去 这不是破坏环境吗 问完我 你不该咋干还咋干吗 我不让你干的事情 你不也都烦 这事绝对不行 这土啊 加工那个双花枪打进衣鞋 你加工什么 我也不能给你喝这个土 要不咱请就行 你自己衣鞋来交 哎呀 去去去去 快快快 四伯爷 跟我来去 哎呀 刘叔叔 这不有事 你自己跟叔叔说吧 刘叔叔 你说我自己也不敢说 您这无奈你 就特意把香脑拉过来的 哈哈 有事来跟你汇报一下 嗯 我们呢 打算把出生的两个小山丘卖 去加工那个松花枪那里去 好 沧了酒气水的蚊子 多大份儿呢 你们舍小家 保大家 哎 这个一味屏蔽 再栽树 保护生态 保护环境 那山伯 你们还得了一笔资金 这是利我利民的事 你们只要不破坏环境 观众人生 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我支持你们 干嘛 哈哈 谢谢主持人 两位让他们 两位先到高中台 我走了 你想想啊 对不起了 哈哈 王家村这小子 一动就慌了 这不知不觉 给我套起来的 这小子还是杀人的 城市北大 是个高中山 桌高 十七米 清好了啊 好了快下来吧 小心点啊 多路是十七米 哎哥 现在应该休休成熟了吧 哎 快想办的事啊 一定成功 土抹出去了吗 带不及了 卖出一个大价钱 十五块钱一粒 自己上这儿来拿的 鱼桃 嗯 你估算一下 有没有十万粒 俩三包加一起差不多 一百五十万 这对牢狱村 又是一个 鱼桃 请两个数据 咱们现在吃的呀 是老祖母留下的饭的 我心里从小的闭不进 这钱 我要开大修厂 敬老院 文化活动中心 因为宜宜 都宜宜 一百五十万 最后一百五十万 一百六十万 有十一万 一百五十万 一百五十万 一百六十万 一百五十万 一百五十万 阿嬷呀阿嬷呀 親愛的阿嬤 阿嬷再抱你 女人活乾喜 阿嬷,疲哥,妳的愛 歐羽呢! 自、多麼,二 granular地發 denkt到 想… 別哭了 無聊的悲傷 像春牆的孤子 孤零孩兒 擁闖天 陽高上智慧 而且能無話 不管我走到哪裏 都會想起親愛的夢 不管我走到哪裏 都會想起親愛的夢 我走到哪裏 都會想起親愛的夢